中国跳水天才全红蝉 在路易满分一跳征服全球 也让不少中国民众摇摇欲试 不料消失的不是水花 而是自己 他也正好站在那上面跳水 然后听见有人说头上流血 拖了一个小口子 网友直呼这位北京大爷太过大胆 因为想要重现水花消失秀 可不是哪个路人甲都能办到 运动员在入水时并非用手插水 而是翻转手掌 将水花揉碎 减少其向上喷溅 姑且不说连全红蝉也害怕了高难度动作 就算只是单纯跳水 也可能造成身体受伤 在不到两秒的高空下落中 运动员要完成整套动作 精确控制身体和手转动的方向 还要对抗水面冲击带来的视网膜脱离 和监管损伤风险 这是因为人体重力加速度 恐怕不是随便一条小河的深度可以负担 说十米的高空 它下落的时候 它所有的这种重力的势能 都会转化成它的动能 直到六十千米每秒 那么说到风力的话 就相当于七级的急风 是可以把人吹走的这种风 中国跳水皇后高敏 1984年就因为一次高台跳水失误 最后造成废出血失去知觉 当局特别呼吁民众 没有全红蝉连平地跳水 都能淋水花的功力 还是不要 贸然尝试 三新闻中文报道